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在珍妮的帮助下 小星渐渐地想起一些事情 在之前的一个晚上下着雨 小星带着女儿正在赶路 但是在途中他们遭遇了车祸 醒来后小星发现自己和女儿被困在一个山洞中 其中不只有他们母女 还有其他七个人 这时有声音传来 欢迎大家来到死亡派对 你们之间有一个人是杀手 从现在开始 每隔一段时间山洞中就会出现迷雾 所有人都昏迷 这时杀手就会杀死一个人 游戏开始 大家非常的恐慌 有一个女孩告诉大家要镇定 因为没有人知道迷雾什么时候会出现 话音刚落 迷雾就出现了 当众人醒来之后 就发现有一个人已经领了盒饭 看到这样的景象 人们开始恐慌 紧接着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 他们都在猜测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众人开始互相残杀 最后活下来的只有小鑫 回忆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小鑫突然发现 眼前的这个女子不就是山洞里面的心理女孩吗 珍妮告诉小鑫 其实你回忆的都是电脑程序制造的梦境 紧接着将一切怀孕到现实生活当中 人物都彼此对应 最后 原来她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 但是 她的人格分裂也成为了她最大的保护伞 多年以后 小鑫与女儿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是 剧情再次反转 原来 小鑫在丈夫去世之后 她一直以为有个年纪不大的女孩一直在自己身边 但是 这个女孩是小鑫幻想出来的 而她真正的女儿就是珍妮 珍妮一直想要了解父亲的死因 最后她才发现 母亲对父亲的感情以及对自己的感情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 大家有什么感想呢